川普上任兩年半白 美國政府第十八位內閣高官 推開白宮旋轉門離去 川普第三位國安顧問約翰·波頓 在任十七個月鞠躬下台 下場與他取代的前任麥馬斯特武藝 在十號遭川普國情的已推文解雇 川普昭告天下十二分鐘後 波頓便公開反駁免職令 稱這段主從關係並非被結束 而是他主動請辭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出言捍衛總統 據雇佣自由 華府傳言已久 蓬佩奧與波頓不合 指蓬佩奧不滿波頓 形式專斷形同越權 美國國會山莊報說 波頓的離去 鞏固了蓬佩奧 影響川普外交政策的能力 CN報道 川普似乎正考慮 讓蓬佩奧接替波頓 成為繼繼星級之後 美國史上第二位 兼任國安顧問的國務卿 波頓離任後 蓬佩奧在記者會上 被問到是否意外 他笑著回應 Papola 趕快說 這個預告的預告 波頓已經在這裡 所以你們兩人都閉嘴過 今天 他沒有跟政府 今天還是在你 因為昨天 你猜說他會在這裡 對 我從來不是 我沒有驚訝 事實上 波頓去年4月加入川普團隊時 被高度看好 定與川普 心靈相通 波頓曾於2005年至2006年 出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 是小布希政府中著名鹰派人物 奉行美国第一鄙视联合国的存在 波顿也支持布希入侵伊拉克 坚信该国藏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发动战争和推翻海山政权 都具正当性 波顿还呼吁轰炸伊朗和北韩 认为与北韩谈判浪费时间 分析认为正是这好战性格 让波顿与川普渐行渐远 川普虽屡屡恶恶敌对国 但在他伤人精算思维下 穷兵独虎是赔本生意 运用心理战谈判制胜才是高招 今年以来美朝无核化谈判停滞 威逼伊朗重启核协议也迟无进展 川普纵使希望贯彻美国优先理念 靠外交突破为竞选连任 增添力多也不敢贸然动 波顿向来力主美国单方面退出一核协议 从结果论来看 极限施压策略不但失败 反令德黑兰政府更趋强硬 美军六月准备空袭伊朗十分钟前 川普突然喊停 紧接又在七月与板门店三会金正恩 在美国两大外交议题上的表态 均与波顿立场相左 下令停袭伊朗 传出川普是忧心美国在线战争迷闹 令老百姓反感让自己失了选票 此外波顿献祭在委内瑞拉扶植瓜伊多 以瓦解不得民心的马杜罗政权 政变失败也令川普对波顿失去耐性 压垮两人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据传是对塔利班和谈不同调 华尔街日报指出 为了美国是否要与塔利班和谈 川普九号赴北卡造势前与波顿大吵 川普认为借和谈结束美国史上 最长战事阿富汗战争有何不可 但波顿极力反对 最后破局 郑重波顿下怀 白宫战争狂人离去 开启伊朗重回谈判桌 美国解除其石油禁定的可能 国际油价10号施压走跌 但波顿的离去 真会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 蓬佩奥的答案 与前白宫发言人史派色雷同 他受访表示 蓬佩奥是总统议程的推动者 波顿不过是在唱独角戏 美国媒体BOX说 波顿的离去只是证明 川普纵然愿意接受旁人建议 统领美国的方向 终究牢牢握在他自己手里 代表川普完全掌控 外交政策的时代已经来临